当美味变成日常里不可或缺的元素 当蔬食成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味道 我们依循着春生 夏长 秋收 冬藏的节奏 搜罗了美丽宝岛的鲜甜滋味与文化风采 同时记录下属于这片土地的幸福时光 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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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喽 天忆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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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是台湾最大港口的安平港 在列经淤积书郡整建之后 被列入国家发展的重点计划 并且成立安平港国家历史风景区 大力推展地方的观光产业 希望每年到这里观光旅游的人潮 都能够倍数成长 而目前最受欢迎的地标就是这座重达20公顿的装置艺术 大鱼的祝福 象征台湾这片土地就如同是一条隐形的大鱼 在大海中守护着大家 曾经为全台最大港口的安平港 早在荷兰统治时期 就是一个兼具国防跟贸易功能的重要港口 那难得来到这个对于保家卫国别具意义的地方 我决定要带你们去一个 只有来到这里才能够拥有的独家体验 那就是登上军舰感受海军日常 光是用想象的就有一种慷慨激昂的感觉 现在就赶紧跟着我来去报道入伍吧 赖经理 你好 赖经理 刚才我从远处看我们的军舰就不自觉了 勒医生 因为它实在是太壮观了 我想应该很多人来到这边都有跟我一样的反应吧 对 没错 没错 我们这艘军舰停泊在安平港这边 大家第一个反应就像你这样子 就非常的惊讶 非常的震惊 非常的惊艳 那其实它就是带给我们就是国人 还有我们这个安平当地居人 就比较崭新的一个面貌 但为什么我们在安平港会有这一台军舰呢 这个就要归功说我们就是 之前台南市政府还有各方的一个专家 他们的一个协力帮忙 因为以前安平这里是有很重要的战略位置的 对 对 对 然后希望可以结合过去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地位 跟现在的一个战舰的一个助力 然后让这边有一个全新的风貌 那像是这艘军舰在过去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艘军舰它故事可多了 它可是号称总统级的战舰 它在1945年的时候就是下水服役 它是美国美军的一个军舰 对 然后一直到后来 由我们中华民国来转接 那在1957年的时候 美国总统杜鲁门它有登舰过 它是现在全台湾唯一一艘 就是有美国总统登舰的军舰 难怪会说它是总统级的军舰 对 对 对 那这艘军舰还有其他的伙伴吗 它当时是只有这一艘吗 其实以我们国军来讲的杨志浩 它其实有非常多艘 有二三十艘 那其实它现在很比较可怜的是 它现在剩下最后一艘 对 因为所有的杨志浩的军舰 可能是已经当成靶船 或者是当那个鱼教然后做沉船的 或者是说它的其他武器 或者是它的一个状态就被分割 切割了 然后移植到其他的军舰身上 对 所以说现在目前 我们现在看到这艘杨志浩 是最完整的一艘杨志浩 是 难怪这边会被称之为 是全台唯一的军舰博物馆 对 没错 所以由此可见它的保存过程 其实是得来不易的 对 真的 真的 它非常地幸运 然后拥有比较完整的一个姿态 然后助力在这边 那来到这边 我觉得会特别让你感觉到壮观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一走进园区 你就可以看到战车还有战斗机 等于说这边是一个陆海空三军 都同时栖息的地方 对 对 对 这非常特别而且非常难得 我们这边有停靠了 我们S2T返潜机 然后还有我们的A1 就是战车 轻战车 对 这都是我们国人很少见的 而且像我们的轻战车 它有金门之雄的一个称号 对 它当初在金门战役的时候 有发挥非常大的一个功用 是 所以说虽然它已经退役了 对 但是它风光的过去 大家就可以透过来这边的时候 去认识到 对 没错 没错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件 非常让我好奇的事情 就是像是战斗飞机的部分 它的彩绘是原本的样子吗 对 没错 像我们的反潜机 它S2T 它原本的涂装就是 以鲨鱼的一个造型去做 它的一个主要的彩绘的机身 那它主要的功用是在于说 可以嚇阻敌军 然后在空中发挥 比较有一个嚇阻的作用 是 但因为现在呢 我们一起摆放在这个空间里头 再加上赖精灵你们呢 有做了一点点的装饰 所以说其实原本它的样子 可能是比较像你说的 比较凶猛的样子 可是我觉得现在走进来 你反而会觉得 它有一点平易近人 对 对 对 没错 没错 原本束手台湾领土 天空 海域的军事武器 在卸下保江卫国的重责大任后 透过政府协力 与民间创意的结合 让保金风商的德洋舰 蜕变成为安平港边 最吸睛的观光亮点 现在呢 就让我手上的这张复古船票 带领大家一起来揭开 台湾第一座军舰博物馆的 神秘面纱 戴经理 你现在带我来的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德洋舰的甲板了 对不对 对 没错 没错 现在它在这个地方 是我们的主甲板 那也是我们舰手的位置 我们这边有一个 五寸三十八倍单管炮 其实看到这个大炮呢 你就会知道说 这里再过去应该是一个 生死交战的地方吧 对 没错 没错 这边主要就是 控制说我们军舰 它的一个主攻的一个位置 那听说德洋舰的过去呢 战机非常辉煌 那它到底有多厉害呢 对 它以前有参加过越战 而且有得过战巡奖章 在我们的军舰的侧身 有贴那个蓝色的星星啊 它就是有代表说 它在击把的时候 有射中目标 然后得一个记号 是 其实看到这个大炮的大小呢 你就可以知道它当时呢 应该真的是炮火猛烈的 对 没错 没错 而且它是有经过很严密精准的设计的 对 然后它的炮管要多长 让它炮的口径多宽 多深 多浅 其实都影响到它就是极出的一个力道 跟它的一个位置 像是我听说呢 上方有一个武器呢 是我们台湾研发出来的 对不对 对 没错 上面有一款 是我们中研研发的第一款的 用逆向工程来制造出来的 它就是我们的五金一号的 凡前发车座 对 对 对 然后它其实 在当时来讲算是我们的创举 它是跟以色列的天使飞弹 然后做逆向工程的一个发展 然后做出我们自己国人 所以引以制造 也是我们的一个 自制武器的一个里程碑 是 所以说得洋舰难怪 战机那么辉煌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 厉害的武器在上头 对 对 对 没错 那像是我还看到啊 有一个武器呢 它的造型很特别 它是很多跟管子连在一起 它也是大炮吗 它是算是我们的反潜火箭 它主要就是作为干扰 敌军的一个作用 它发射的时候 它里面有很多铝片铁片的一些物质 然后发射出去之后 然后就是敌军要侦察的话 会因此受到干扰 然后比较没办法准确判断 这艘军舰的一个实际的所在位置 像是后方听说 是一个大家都会来拍照打卡的景点 那里在过去是什么样的空间 对 那地方是我们的一个飞行甲板 它以前是挺靠直升机的地方 对 然后现在的话 因为我们后来把它开放之后 大家很喜欢在一个地方做拍照 完美照的一个动作 对 因为它的画面非常非常的美 虽然我对于军事武器一窍不通 但名气响亮的雄风飞弹 我可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至于甲板上的主炮 反潜火箭 鱼雷发射作等等 箭上都有详细的说明 就留给军事迷们慢慢研究 我还是赶紧多拍几张漂亮的军舰风情照 作为这趟登舰之旅的美好回忆 全台唯一一个军舰上面的咖啡厅 而且来到这边呢 我觉得大家一定会非常的惊讶 因为你们摆放了一大片的水母墙 对 对 对 没错 这是我们最特别的一个亮点之一 而且因为刚才经理有说 以前能够在军舰上面喝咖啡 是一件非常真容级的享受 所以大家绝对值得你们来这边体验一下 经理 现在你带我来的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我们整艘军舰的制高点了 对 对 没错 没错 现在所在位置这个是信号台 过往它是作为传递讯息的一个位置的空间 因为我印象里 以前看电影或历史剧 都会有一个船员在这边拿着手旗 这样打pass 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对 它其实就是传递一个讯号 不管是军舰或者是以前的一些商船 他们其实都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手旗的旗帜 然后去传递这边的一个讯息 让对方知道 譬如说他可能有需要什么协助 或者是说对方还有些求救的部分 其实当你的无线电 这些功能已经丧失的时候 它就是最原始的一些工具 是 难怪我们的信号区会在整艘军舰的制高点 因为在这个视野我们才能够看得到彼此 对 对 对 没错 那金蕙 你可以示范两个动作 给我们观众朋友看一下吗 可以啊 我先简单来做 最简单两个动作让大家来猜猜 好 首先第一个 双手交叉的感觉 那第二个动作呢 第二个 这样子 有观众朋友已经猜到答案了吗 对 没错 我们第一个这个是待机 待机 对 待机的动作 所以第二个姿势这个是了解 了解 对 就是你收到对方的讯息 你有接收到你了解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个动作来表示 你已经有清楚接收了 所以说其实站在上头的人很重要 他不能传达错误的讯息 对 对 对 没错 好 我决定呢 我要来做个动作 让大家猜一下我笔的信号是什么 换我来 好 我看看喔 这边有小抄 OK 第一个动作 请看仔细了 登 然后第二个动作 然后再来第三个动作 还有第四个动作 观众朋友们 你们已经猜到答案了吗 没有猜到的朋友没关系 我们请经理来跟大家做个解答 OK 刚刚你比得非常的好 你刚刚比的是L.O.V.E 没错 因为难得来到台南 台南是一个我觉得很热情的地方 然后又有很多的美食 所以一定要跟这里告白一下 L.O.V.E 台南 比个爱心 海风阵阵吹送下 站在传送情报讯息的信号台 似乎更能体会海军将士 行日巡航护卫国土的辛劳 不过赖经理说 来到德阳舰一定要走进船舱里头 才可以更加贴近航行作战的真实感受 现在赖经理带我来的地方 听说是让军事迷为之疯狂的空间 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对 像你所在的位置 是我们舵房的位置 它是我们军舰的心脏地带 对 然后它是控制我们的军舰行驶的 方位 方向 然后它有前进动力的一个所在 那一般我们这个舵房呢 它基本的设备会有哪些 对 像你所看到的这些是它的基本设备 有包含我们的螺巾 舵脚指示器 还有舵轮 还有我们最重要的车钟 对 像车钟它是类似像 汽车的排挡杆的一个功用 它是控制我们的军舰的 行驶的前进跟后退 对 对 对 然后舵轮它是负责 军舰的左跟右的方向 就像是开车 我们卧方向盘的感觉 对 对 对 所以说我们的舵轮 不是像神轨骑航那样子 就是一根一根的 我们真正的舵轮它是圆形的 可是圆形的不会比较不好操控吗 其实圆形比较好操作 它其实方位只要控制稍微一点点 而且它可以精准算出它的一个角度 我看到这里这个仪器 对 它就可以清楚地让你知道 你现在握着这个舵 它是不是正向的位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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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但是我觉得它跟我想象中不一样 因为像是一般开车 我们只要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了 但是开军舰 我发现要好多人才能同时一起开 对 没错 因为军舰它本身的编织非常多人 大概130个人 对 然后其实每个人都各式其职 然后都比较分工比较精细 对 有人负责它的车重的部分 有的去看它的一个卫星 它的方位 然后甚至我们后面这间房间 它对应的就是战情室 然后可能现在有什么状况 然后海途是送途上来 然后赶快去算准它的方向方位 然后通知舵房的人 然后做一个驾驶的动作 那通常呢 军事迷来到这边 他们都会做什么事情呢 对 他们会假装自己是就是驾驶 舵轮的一个直舵手 感受这个开军舰的感觉 对…或者是说做我们的舰长椅 来体验一下舰长的一个 当舰长的乐趣 对 不过以前军中有一句话 就是只有舰长可以做这个舰长椅 小兵做的话会倒霉三年 那如果小兵坐上去的话 会被处罚吗 不会处罚 就直接倒霉 我觉得被处罚好像比倒霉三年 还要好一点 倒霉三年比较听起来不是很好 对…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边 真的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 像是我还发现呢 我们前方这些斑驳的玻璃 感觉也是当时就留下来的 对 没错 这是从 就是美国海军的时期 就已留下来的 对 它看起来很不怎么起眼 其实它都是防弹玻璃 所以它是以前的强化玻璃了 对… 没错… 那它有做一个一个圆的 它的一个作用呢 主要是说你在海上行驶的话 难免会遇到风浪太大 然后或者是说下雨的时候 会遮挡你的视线 视野 那其实它接上电之后 那个旋船都会旋转 用离心力的作用 把水给甩开 对… 所以可以保持旋船的位置的部分 是非常的… 人见度非常清晰 另外镇舰上还有一个外人 很难一探究竟的空间 那就是舰长的房间 里面除了独立的卫浴系统之外 还有可以方便收纳的床铺 平时是舰长休息的私人包厢 如果有重要归宾登界 也是主要的接待所 赖经理 刚才除了我们有认识了 德阳舰上的各种军事设备之外 没想到还可以来到全台 唯一一个军舰上面的咖啡厅 对 没错 这个位置非常的特别 它是以前是停止声机的地方 是军舰上的飞机库 那现在我们把它就是做一个改变 然后变成一个 停泊在海上的一个军舰咖啡馆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其实这个地方 其实一直让大家觉得 非常的惊艳的地方是在于说 它是我们军舰上 比较大的一个空间以外 它其实看到的视野 是非常的广 非常漂亮 所以说我们想要让这个地方 就变成一个咖啡厅 让大家可以住留在这边 是 那以前在军舰上能喝咖啡 应该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吧 对 没错 以前在我们的民国70年代那时候 咖啡是一个很顶级的饮品 对 除了有一些比较高级的长官 或是特别重要的贵宾 我们就会用咖啡来做一个款待 是 而且来到这边呢 我觉得大家一定会非常的惊讶 因为你们摆放了一大片的水母墙 对 对 对 没错 这是我们最特别的一个亮点之一 对 因为其实安平 它本身是靠海的 那其实在安平这个地方 并没有太多就是去呈现海生物的一个空间场域 那我们希望可以让大家多认识一些安平这边的一些海生物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这边就放置了水母 还有一些可爱的一些小丑鱼或小孩嘛 在这边都可以看得到 是 但是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养水母呢 水母的话它除了说让大家看起来比较有疗愈的感觉以外 其实在我们安平的延安美当一些潮汐转换 其实安平这边就有水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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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些水母它好饲养吗 水母的话它本身要控制它的温度 还要控制它的一个水质 所以说其实在养护上面会花不少的时间跟功夫 像前阵子不是有寒流吗 其实的话那个水母有点冻坏了 对 对 对 那我们就要让它就是做它的一个温度的调控 那除了有水母墙可以形象之外 我们这边还提供了像是 我看到有拌面跟鸡蛋糕跟咖啡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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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这个园区还有咖啡店的一个卖点特色 那我就先从干面来品尝好了 好的 我已经闻到它好浓郁的香味了 是 麻油对不对 对 来试一下麻油 好 那我就开动了 哇 是觉得特别的香 对 麻油的味道非常香 对 对 对 非常浓郁 这个我们的面体啊 其实是经过非常多的一个开发研制跟选择 对 其实不同的酱料 我们会搭配不一样的一个面体来做呈现 对 然后我们园区这边有提供两款就是 全素的一个干拌面让大家来选择一个是 像这个老姜麻油它就是姜菌面 对 然后像麻酱口味就是上酱面 而且我发现呢 它除了麻油的味道很香之外 里头是很真材实料 你可以吃得到姜块 它的香气 所以边嚼的时候 你就会闻到那个姜的味道好香 就会觉得身体暖暖的 对 没错 没错 现在刚好适逢比较就是季节转换 对 对 对 那品尝完干拌面的部分呢 现在就要来品尝我最期待的鸡蛋糕了 哇 好可爱哦 所以一组的鸡蛋糕 你们会附上五种的海底生物吗 对 对 对 没错 它是我们比较特别 大家耳熟人像 比较知道的一些海生物的造型 刚才你拿的这个应该是金鱼 对 对 没错 它是金鱼 难怪比例上它也是最大的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好可爱 是海龟 对 是小海龟 接下来这一只呢 超级可爱的 它是烘鱼 对不对 对 没错 那我就不客气 残忍地从它开始品尝了 好 好香哦 你们的鸡蛋糕非常扎实 对 对 对 我们非常扎实 我们选用比较很高级的一个面粉 来做制造 然后再调配 它的一个糖度跟它的比例 对 所以说我们呈现出来 是最完美的一个状态 而且它的扎实度 其实是你从侧面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然后边嚼的时候 因为它的口感很蓬松 对 加上蛋香味很浓郁 所以非常的好吃 对 对 对 没错 我觉得这一款鸡蛋糕 真的是小孩跟大人都会非常喜欢的 对 没错 因为它的造型 小朋友一定会觉得好可爱 那大人的话就会觉得好吸睛 想要立刻拍照 然后加上它很美味 所以大人小孩都非常适合品尝 对 对 对 没错 没错 这款是我们只要是来园区的家庭客人 他们或是不管是大人小孩 他们看到都会必买的商品 然后品尝完这个鸡蛋糕呢 当然最适合的就是来一口黑咖啡了 对 那这一款是什么样的咖啡呢 这一款它是选用我们伊索比亚 然后一个叫艾瑞加的地方 它做的军舰咖啡 对 对 对 因为我们做的是希望是用绿挂式的咖啡 让大家方便就可以直接品尝到 对 然后它选用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精品 有一个豆子 难怪我光是拿在手上 就闻到好浓的咖啡香了 对 对 对 没错 而且你喝进去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它有一些淡淡的一个花香味 对 然后入喉之后非常的顺口 是 而且它除了有花香味之外 我很喜欢它的果酸香 对 对 对 所以你会觉得非常的清爽 所以搭配这个海风一起品尝它 你会觉得真是个完美的下午 对 没错 而且我们这款咖啡 不管是在热的时候喝到 或是温的时候 甚至冰的时候喝到 其实都有不良的一个风味在 而且因为刚才经理有说 以前能够在军舰上面喝咖啡 是一件非常真容级的享受 对 对 对 所以大家绝对值得你们来这边体验一下 在军舰上欣赏独特海景的同时 还能够品尝到现煮咖啡 美味甜点 以及融入台南独特风味的 干拌面 泡蛋造型的茶饮 我想此物只因台南有 他触拿得几回文 我觉得它蒸碗的样子好漂亮 我吃到内眩的部分非常惊艳 我最喜欢就是它吃起来会特别的嫩口 那蔬菜的部分你会觉得它咸香脆爽 外皮的部分我觉得非常有嚼劲 真的是像你说的 跟这个原家机器做出来的皮完全不一样 在安平远河附近的巷弄里 隐身了一间在住宅区里头的蔬食餐馆 曾经在台北知名餐厅服务过的老板 他将一生的好手艺带来了台南 不但获得老饕们的赞赏 就连无肉不欢的朋友们也都成为了常客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去尝尝老板的好手艺吧 蒋大哥你好 你好 蒋大哥很多朋友都说 来到台南想要吃到好吃的蔬食料理 找你就对了 那蒋大哥因为听说你曾经在台北的餐厅工作过 然后也曾经自己开蔬食餐厅 是 你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蔬食的呢 那我们小时候我们在乡下小孩 去了台北人生地步所 那有工夫学 有吃的 有睡的就住的地方 那我们就这样住下来 那个餐厅也是熟人有介绍 我们才敢去 那大哥你本身是哪里 我是苗栗客家人 所以说就是从苗栗到台北去打拼就对了 是是是 当时几岁呢 13岁 13岁 小学毕业 对 其实以前的长辈们都好辛苦 对对 那你出去就是学功夫也是打骂教育的 那不是说爱的教育 是打骂教育出来的 所以大哥你在做学徒的时候 师父很严格对不对 你打来也不敢哭啊 晚上想想自己抱着面对哭 很辛苦 那大哥你学到了多久 你才觉得你对这个蔬食料理开始比较在行呢 能够体会的时候 已经在当兵回来差不多二十四五岁 所以已经过了十几年 那才懂得说 懂得那个窍门 因为你做菜 你要了解菜 就像恋爱一样啊 互相要了解 你才能够共处啊 那个菜也是一样 你要了解它 你才知道那个要怎么给它味道做好 那大哥在台北 因为你有当了学徒 然后当完学徒之后 你就开了餐厅 可是那后来为什么你会想要来到台南呢 就是写这个字的那个教授 政治大学一个数学教授 他是台南人 台南大内人的 他说你台北餐厅太多了 你到台南去 我们回去也有吃的 我说我那边我不熟 我怎么那个 他说好吧 我帮你找 刚好这个建这个房子的 那个老板 是他那个书法的那个学生 那就这样因缘成熟就下来了 现在这个节奏 这个桌子都是那教授订的 那大哥 因为来到台南 大家都知道这边的饮食文化 就是好像偏田比较多 那你们来这边有做调整吗 没有 因为台中以南 他们那些厨师就做 味精种 糖种 所以说 这两样东西 你吃糖 和喝酒一样 它靠肝脏来化解 一样的 好 那个味精太重 对我们肝脏肾脏也不好 所以说我来这里我就不这样做 既然要做素食 就是要给人健康 有健康的身体 你才修有型 你身体不好你念佛念得下去吗 你也不下去 你这里痛那里痛这里难过 你能够念佛吗 所以说吃很重要 说到这家坐落安平巷弄中的蔬食餐馆 很多在地老涛都说 每种食材都是纯手工制作 每道菜都是古早味 这就是老板最引以为傲的特色 再加上两个儿子陆续返家接棒 撑起每位精致招牌的三本柱 通通到齐 婷宇你好 主持人好 婷宇是蒋大哥的小儿子对不对 对 那你回来跟爸爸一起经营这间蔬食餐厅 已经多久了 算一算应该十几年了 那让你下定决心回来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就是父亲的坚持 因为父亲他这一生当中都是在做素食 一路看他这样子走过来 感觉做素食的话可以服务大众这样子 是 那像是今天呢 你要教我包的这个像月亮一样的针脚 大家都这样称呼他对不对 他会很困难吗 包这种东西的话就是熟能生巧 看似很简单 但是实际操作的话 并不是很容易这样子 那你觉得你包了几颗之后 你才算是真正的上手 这个我应该包了快一千颗才能上手 真的是 花了好长的时间才真正去适应它 那为什么它会叫做像月亮一样的针脚 因为我们从侧面看起来像弯弯的这样子 就像月亮一样弯的这样子 我们就给它取为月亮针脚 那要包到那么漂亮的造型 对于像是我这样初学者会很难吗 它那个就是手要巧 先生了一口气 好 我今天来当学徒 来学做一下这个针脚好了 饺子皮的部分看起来也是手工自己做的 对不对 因为水饺皮它们一般外面卖的水饺皮都是机器做的 然后它那个皮的话它是冷面去弄出来的 我们的针脚的皮的话它是烫面 用热水去烫的 所以说那个皮的话那个口感吃起来都不太一样 蒸脚的话它不能拿去水煮 水饺皮的话因为它是冷面 可以直接用水去煮 蒸脚的话如果拿去煮的话会整个烂掉 长知识了 所以水饺跟蒸脚不是只有料理方式不同 连它们的这个外皮其实也是不太一样 对 像是我就有发现我们手工的这个蒸脚皮 你们擀的好像比较厚一点点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这个手工做的话跟机器不太一样 机器的话它可以控制它的那个大小 我们手工做的话在捏它那个锯齿的时候 有时候有大有小 那这样擀这个蒸脚皮会不会很困难呢 因为一开始不会擀的话手都会破皮 手会破皮 对 要擀久的话你手这边都会起茧这样子 但你如果擀习惯的话知道那个力道的话 基本上就是熟能生巧 内馅呢我觉得它的味道好香哦 我闻到了好像有高丽菜的情香对不对 对 内馅的话我们通常都是买当季的高丽菜 买了高丽菜的话我们会先给它剁菜 剁完之后还要用盐巴去腌 让它水拖出来 像你看它黄色一点点的话 它是我们自己炒的馅子 那馅子里面的话我们剁得很细 我们剁得那么细的话因为就是说 我们吃素很多的是老人家 它的可能牙齿比较不好 所以说我们剁得很细的话就是服务老人家吃这个蒸脚 主要馅的话是它没有香菇头啊豆干啊一些的料理 然后我们就给它炸 这样子才会有它的香气吗 对 你光光只是高丽菜的话就很单调 我们做这个话我们就多了一点巧思 是而且我觉得你们非常的贴心有顾忌到说长辈吃这道料理 不用担心说他们会咬到觉得好像硬硬的东西这样子 对 那我就开始来包了 好 要怎么包呢 请师傅教我 首先的话先拿到皮 好 一只手先放在中间 你的菜的话挖一点 挖一点 好 取决于中间那边 好 先把它对着 先对着 好 对着你的大母哥要先顶住 好 这样子 然后先旁边先捏一下 捏一角 对 好 然后再跟着像折扇子一样 好 一层层的往这样旁边捏 太难了 好 我试试看 对 我会成功吗 捏的时候你的这下面这三只手指也要跟着动 好 我试试看 天哪 这样子 这个地方动到 这个地方不能动到 哪里不能动到 这一层 这一层不能动到 内层 内层不能动到 内层不能动 捏成完全是平的 你要像这样子慢慢这样拉 你的这只手指要把它拉上来 就像折扇子一样 慢慢的拉 好 一直拉 拉到最后面的时候 它大概有个细口的这样捏一下 好 我再试试看 月亮针角就出现了 天哪 这太困难了 跟各位说 我这是连包都包不太起来的蒸椒 对 你像这样子的话 上面皮吃起来会很硬 因为我全部都集结在上头了 对 所以说我们旁边这边的话 就是要弄薄一点 如果蒸起的话 这边就比较不会硬硬的 看似简单 但是做起来不是那么简单 对啊 因为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两者的差距 实在是差太多了吧 平宇说他捏了超过一千颗 才做出完美的月亮针角 那我恐怕要多练习个十倍百倍 才有机会吧 因为整颗针角 从面皮到馅料 完完全全都是手工制作 所以就算是全家人一起出动 每天能够供应的数量 还是有限 难怪大家都说 有机会吃到的人 既幸福也幸运 这一道是什么料理 这道是我们的招牌香酥猴菇 它的颜色非常的漂亮 因为它有点点比较深的褐色 猴头菇超级Q弹有嚼劲的 而且它带有水分 所以说吃起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点湿润 对 然后外皮我好喜欢你们这个炸过的口感 它非常的酥脆 然后同时搭配这个酱汁 它是有点点甜甜的 张迅 你好 张迅你听说你来到台南接手这间餐厅 之前你是在台北工作对不对 在台北工作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跑来台南跟爸爸一起经营 当初是因为爸爸来这里需要人手 然后就看我爸爸一个人可能也忙不太过来就来帮忙资源一下 就来跟他一起做这间餐厅 是 那在这之前你在台北的工作是什么类型 在台北有做过科技业之类的 然后后来就辞掉就来这里帮忙 对对对 但是科技业跟这个经营餐厅是完全不一样 当然啦 完全不一样 这对你来说应该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吧 就隔行如隔山啊 然后还好我爸爸是做这一行的 还是跟他学习 爸爸在教你们做这些料理的时候会很严格吗 一开始当然都会很严格 都被骂头破血流 那有没有后悔说跑来台南 后悔喔 是还好啦 因为跟家人一起做有点就是也不错啊 可以陪伴家人 不然在外面工作就不容易见到父母亲啊 跟家人也是一种天伦之乐也不错 好 那现在呢我就要来品尝你们的蔬食料理咯 我就先从这个向月亮的蒸饺开始品尝好了 可以啊 可以啊 好 哇 我觉得它蒸饺的样子好漂亮喔 因为呢 一般我们看到蒸饺蒸饺的时候呢 有时候因为它水分比较多 会有点塌险的感觉 但是你们的蒸饺呢 一眼看上去你会觉得它非常的挺拔跟有朝气的感觉 这个是不是也是有功夫的呢 对对 因为我们这个是纯手工作的 跟外面那种现成的皮不太一样 所以吃起来比较有口感 是 秘密就在这个自己擀的皮 好 那我就沾一点点这个酱油姜丝一起品尝 它好大颗喔 我觉得它分量非常实质 我吃到内馅的部分啊 非常惊艳 因为里头呢 你们把这些配料都切得很细 当然除了大人他们长辈吃的时候 不用担心呢 牙口不好吃不下去 另一个部分我最喜欢就是它吃起来会特别的嫩口 嗯 那蔬菜的部分啊 你会觉得它咸香脆爽 外皮的部分呢 我觉得非常有嚼劲 真的是像你说的 跟这个人家机器做出来的皮 完全不一样 嗯 像是这道料理应该是荤食的朋友也非常喜欢的吧 没有 这个不管是荤食还是素食来吃这个像月亮一样的蒸饺都还不错吃啊 嗯 都可以接受 是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另外一道好了 这一道呢 是狮子头料理对不对 对 狮子头 这也是我们纯手工去捏做成的狮子头 这道料理呢 用看了就可以感觉得出来老板很怕客人肚子饿 因为你们的狮子头也太大颗了吧 几乎就是快要跟一个拳头一样大了耶 对 差不多 里面有主要是那个米香啊 就是爆米花里面那个一粒粒的爆米花的那个米香 嗯 我有听错吗 爆米花 加下去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的狮子头里头有加这个爆米香 对 对 对 这个主要是豆腐去做成的 哦 我先吃一口告诉大家它的味道如何 哦 我吃到了满满的豆香味 对 它吃起来呢 一样很嫩口 然后加上呢 我感觉到你们的豆腐应该是有牙碎的 有 有 有 所以说它的口感会更松软 再来米香的部分呢 我有吃到一点点的米香味 可是呢 我发现里头其实是看不太到米香的痕迹的耶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去跟豆腐去拌一拌 它就融合在里面了 哦 对 所以味道都在里面了 是 但是加这个米香除了让它有米的味道之外呢 它的作用是什么 作用就吃起来比较不会像那个丸子会分裂 就是有点凝固的作用 哦 有黏着的作用 那这样就用一般的白米饭做就好了 为什么一定要用米香呢 白米就没有那个米香的香味 是 那个爆香味很重要 对 就是因为它是有爆过的米 那如果用一般的米 可能就只有黏着的作用了 对 那像是这道炒饭料理啊 听说也是 对不对 是… 跟你们说它非常的厉害 因为它的颜色好缤纷 我看到光是食材有玉米跟枸杞 它就有不一样的颜色了 再来 连米饭也都有不同的颜色耶 对…里面有加了红色跟黑色的米 红色跟黑色的米 红米跟黑米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人家炒饭里 加了三种不同的米 对…三种米 白米 红米跟黑米 而且红米啊 其实我发现市面上也蛮少看到的 要去特定的那个米行才买得到 对 要跟它讲 为什么要特别加这两种米呢 这样炒起来颜色好看 然后吃起来又健康 所以它的名称叫做养生炒饭 光是用看的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养生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它的香气超级丰富的 我吃到有香圈稻炒过后的香味 再来是呢 因为加了三种不同的米 所以说它的米香味也会明显一点 而且米粒呢 我觉得你们料理得非常好 因为它吃起来是Q弹有嚼劲的 对… 最后呢 你吃到这个枸杞跟玉米它带有甜味 所以说吃起来好清爽 一点也不油腻 对… 我想这道料理应该很多人慕名而来吧 有有有 还蛮多人指定要吃炒饭的 掀开摆满月亮蒸饺的蒸笼后 伴随着迷雾水汽扑鼻而来的 是蔬菜的鲜香 而切开狮子头的同时 更能够从筷子的反馈力道里 感受到丸子的滑嫩 光凭这两点 就已经让我的五脏六腑立刻俯首称臣 完全拜倒在父子三人的殊食手艺之下 提宇 刚才呢 我看到你在厨房做这两道料理的时候呢 动作非常敏捷 然后呢也非常的熟练 你觉得做这个中式快炒料理 它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它那个关键的话 因为我们快炒这种东西的话 火很重要 再来的话就是说它起锅 比方要勾芡的话 那起锅那个时间要抓得好 如果炒青菜的话 像青菜那一种 你要看它的那个快熟的时候 你就要赶快起锅起来 而且我发现呢 炒这些料理的时候 有个共通的点就是 它下锅的时间都不会很长 对 为什么 因为料理的话 你如果除非就是用红色 煮烧的或炖的时候 它可能时间在拉长 但我们这种快炒的话 讲求就是新鲜 是 那我就不客气来品尝了 这道是什么料理呢 这道是我们的招牌 香酥猴菇 所以它里头是猴头菇 对 它的颜色呢非常的漂亮 因为它有点点 比较深的褐色 你会看得出来那个酱的味道 它是很入味的 猴头菇呢 超级Q弹有嚼劲的 而且它带有水分 所以说吃起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点湿润 对 然后慧萍呢 我好喜欢你们这个炸过的口感 它非常的酥脆 然后同时搭配这个酱汁呢 它是有一点点甜甜的 所以说其实之前还算是 它有炸过 但是还是很清爽 对 头头菇要处理会不会很麻烦呢 处理要有点技术 那你觉得那个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最困难的话就是说它 你要剥它 剥完之后你要洗 洗完之后还要再脱水 脱完水的时候可能我们要剥的时候 还要再冷冻 所以说它这个你要吃到这一道的话 可能要等个两三天的那个工 是 所以说呢 虽然我们看到它在炒的时候 动作很快速 但是它是整个过程里面的冰山一角而已 对 其它是我们没有看到 原来它的工时那么长 对 那再来这道又是什么料理 这道是我们的酱爆金菇 酱爆金菇 它原理的话其实就是金针菇 我们金针菇把它做成一道料理这样 所以说这两道料理 它们都是用菇菇做的 对 只是是不同种类的菇 它的那个醬汁也不一样 酱汁也不一样 对 好 我来吃吃看 这道吃起来又更酥脆 对 虽然它们一样都是菇类 可是吃起来完全不一样 对 口感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这道很厉害的地方是金针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有香气的菇类 对 所以说你在吃到它的时候 那个菇的鲜香味会特别明显 加上它的口感是一丝一丝的 所以你会觉得吃起来很有嚼劲 然后酱汁的部分 我吃到有点豆瓣爆香过后的香味 对 豆瓣酱 这个豆瓣酱也是我们自己炒的 我们买来的话我们还会再加工 就是说我们会再给它炒过 所以说那个豆瓣的话 拌起来会更香 是 所以说自己还要再稍微去调味它 才有办法提出这个香味 对 那你觉得跟爸爸还有哥哥一起经营这间餐厅 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最开心的话就是我们家人都在一起 如果有遇到什么事情的话都可以互相帮忙 这是还不错的地方 那像是客人来到这边用餐 你觉得他们最常给你的反应是什么 有一些客人他是从比较远的地方来 他进来就是人家介绍 吃到我们的料理就发现说非常的美味 而且又是在一般素食店都吃不太到的 像是我在Google评论上面就有看到 有的客人吃到你们的蒸饺料理 然后就说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蒸饺 然后我就想到说你看你前面 学了大概1000克的技术 才真正的学会它的精髓 对… 那这样辛苦应该都值得了 好 对 客人就觉得好吃 我们都觉得很开心 吃完这么美味的蔬食料理之后 我忍不住想赶快上去 去五星评论留言按赞加分享了 仔细回想他们挑选每一样食材的用心 处理每一个步骤的细心 与服务每一位客人的贴心 实在很感动 以后要说到美食之都 在我的心目中 台南绝对当之无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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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